他们家在这个辽宁海城牛庄镇 不是我呀 挨这儿跟您各位撇 这地儿我还真去过 去年五一的时候啊 我去东北拍关外三陵 说来惭愧啊 那天的风啊实在是太大了 我也没得空啊 在这牛庄镇停一停 走进古迹讲故事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九子夺迪啊 咱们也做了这么多期了 正所谓啊 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终于啊 咱们到了遗亲王这段书 听过我那个 清代王爷坟那部书的好朋友都知道 那会儿啊 我是上来就做的遗亲王印祥坟 因为那会儿啊 我自认为 对这遗亲王啊 还算了解 讲遗亲王的故事啊 我不犯难 因为在我少年时啊 就曾经被二月和先生的文学作品吸引 《落霞三部曲》 在那一部系列小说里啊 把这遗亲王印祥 霞王的形象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啊 我想啊 不论是谁 读过这部小说之后啊 都会爱上这位有情有义 爱憎分明的霞王皇子老十三 当然 随着翻阅的史料越来越多 我也感觉到这文学作品和历史啊 它还是有区别的 并且啊 区别很大 所以啊 在今天咱们做九子夺敌的时候啊 我就不敢上来就直接讲老十三 为什么呢 因为这老十三啊 身上有一个巨大的谜团 始终我是解不开的 其实啊 从这部书的开始 我就一直在查资料 试图啊 把这个谜团解开 或者是呢 我们离那个真相更近一点 但是我不怕剧透 我也不怕丢人现眼 我至今还是没能解开这个谜 那么这个谜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自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皇帝一废太子以后 这老十三印祥 为什么一下子 就从康熙皇帝喜欢重点培养的皇子 就跌落到无人问津 实时深吃的程度 虽然我还没有能力解开这个谜团 但是啊 故事还得讲 那么今天咱们的故事啊 就从老十三印祥的生母 静敏皇贵妃张家世娘娘开始讲起 静敏皇贵妃 在娘家的身份啊 是香皇旗包衣第二参岭 第二左岭下人 他们家挨哪啊 他们家在这个辽宁海城牛庄镇 不是我呀 挨这儿啊 跟您各位骗 这地儿啊 我还真去过 去年五一的时候啊 我去东北拍关外三陵 说来惭愧啊 那天的风啊 实在是太大了 我也没得空啊 在这牛庄镇停一停 了解一下 有没有啊 这静敏皇贵妃 在娘家的时候的传说故事什么的 嗨 我想啊 问了也是白问 那惹定是没有 其实说白了呀 就是这皇贵妃刚进宫的时候 她身份不高 她是内务府包衣出身 是以宫女的身份啊 选秀入宫的 您看啊 这是宜亲王印祥 传世下来的画像 您从他儿子的身上啊 您就能看出来 这位静敏皇贵妃啊 当年长得肯定是又狗狗又丢丢 那漂亮去了 就是因为既长得美 又贤良淑德 所以啊 很快 在康熙28年12月初一 就被禁封为贫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人的命天诛定 胡思乱琢磨 没有用 这敏妃娘娘的寿数啊 她不灵 到了康熙38年10月的时候啊 哎 这娘娘轰事了 还好啊 这老皇上康熙啊 在他弥留之际啊 把这张家世进封为妃 并且赐嗜好为敏 也就是说 这老十三的妈妈张家世啊 在死的时候 也就是妃卫 是敏妃娘娘 哎 咱们这段书的第一个谜团 就这么来了 这谜团是什么呀 关于这敏妃娘娘的葬处啊 有两种说法 这有一派学者呀 被我总结为文献派学者 您比如说那个某研究所 某科院 哎 这些个专家呀 他们平时都是翻文献的主 这些个专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 因为啊 从青石稿 世宗实录 圣祖实录 这些个文献当中都体现出 这敏妃娘娘去世以后 并没有像其他嫔妃一样 被安葬到景陵的非元寝当中 而是啊 停到了景陵的流利门以礼 方程名楼的一侧 然后呢 就是漫长的二十多年呀 带到康熙皇帝驾崩 雍正皇帝 给这位敏妃娘娘 进封为皇贵妃之后 据她自己说呀 是按照先皇的遗愿 把这位敏妃娘娘 哎不对呀 现在是敬敏皇贵妃 一同安葬到景陵的地宫当中 这种葬法啊 也开创了清代皇贵妃 随葬皇陵的先河 不过呢 她还有一类专家呀 叫实战派专家 您比如说吧 这个清代皇陵研究专家 徐望延先生 徐先生是从逻辑和实地 勘测上面着手研究这件事情的 徐先生认为 这皇贵妃随葬皇陵啊 那是雍正皇帝开创的先河 他并不是老皇帝康熙的意思 您想啊 要是康熙皇帝 有意让嫔妃随葬皇陵 那么温惜贵妃和这个嫔妃 他们肯定比这敏妃要优先 不是这个说法他臭就臭在 说这个静敏皇贵妃的金官啊 被停在琉璃门以内 方程名流的一侧 你要说呀 把这金官停在龙恩殿的偏殿赞缝 我都信了 你非说停在那儿 我还真不信 谁敢在那个地方搭个棚子 把这金官赞安在那里 什么您的 您说露天搁着行不行啊 不行 这东西不能见三光 它为什么不能见三光啊 哎这详情啊您可以参考这林正英的电影 再者这徐先生还在井灵的飞原寝 找到了曾经埋过敏妃的空穴 我呢是徐广源先生的信徒 所以呀我倾向于这个徐先生的研究成果 就是因为这雍正皇帝和老十三关系密切 不知道给这位兄弟在家如何的殊荣了 所以呀干脆把他的妈妈从井灵飞原寝请了出来 安葬到了康熙皇帝身边 您要是读这个二月盒的小说啊 那自敏飞娘娘一死 这没娘的娃子老十三呢 那算是苦了去了 要不是德飞娘娘把他拉不大 再加上这四哥印针精心的照顾啊 那这老十三保不齐意就夭折了 那么实际上是这种情况吗 当然不是了 康熙皇帝呀到底有没有意思 让这敏飞娘娘随葬皇陵 这个课题呀还得继续研究下去 但是有一点很肯定 康熙对这娘俩呀感情都很好 非常疼爱 少年时期的老十三印象 平时的行为打猎出寻出游 总带着老十三啊这字不必用说了 并且这康熙皇帝呀 还经常把一些个露脸的事 单独交给这位儿子 您比如说呀 这个去这个圣经和泰山祭祀 不足二十岁的老十三印祥全干过 并且这康熙皇帝还特意的给老十三一项重要的任务 就是辅佐太子 自康熙三十七年七月 十二岁的印祥第一次去圣经夜灵以后 直到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康熙皇帝一废太子 整整十年间啊 康熙皇帝无论哪一次出巡 都必然带着自己的这位十三儿子 有的时候啊 还刻意的只带太子和老十三两个人出去 这种殊荣啊 那别的皇子可是没有的 不但如此啊 太子党的核心人物 索额图坏事以后 康熙皇帝竟然给印祥 安排了一桩看似比较奇怪的婚姻 康熙皇帝让隐祥 迎娶了马尔汉家的妻闺女 姚家氏为嫡附近 这姚家氏一族啊 也是功勋贵族 马尔汉在康熙一朝很多战役当中 都有过谋划之功 最为关键的是啊 这马尔汉和索图的女婿伊桑阿 就是那个太子党的核心人物 大学士伊桑阿 不但关系密切 而且是儿女庆家 所以说这马尔汉呢 坚定不移的索党 哎换句话说呀 他也是太子党的成员 康熙皇帝这么安排 绝对有他的意图 让太子身边的人 去接管太子党的残余势力 善加利用 那太子登基以后 那就是一批新妇 能够辅佐新皇 在这之后的事啊 那就得靠猜了 康熙47年 康熙皇帝一废太子以后 众多皇子都受到了牵连 太子被废 大个圈进 八个圈进宗人府 九阿个十四阿个 因为宝举老八 也相计获罪 谁想啊 这老十三也被牵连进来了 并且呀 比别人受过都要重 从此啊 是再没有翻身 太子复位以后 对这些沾了包的皇子啊 老皇帝都糊涂糊涂 打一巴掌了吗 得难难疼 给个甜杂吃 首先太子复位 字不必说 老三 老四 老五 被封为了亲王 老十 殷额 被尽封为郡王 就连康熙皇帝最痛恨的老八 也被恢复了贝勒的爵位 老九 老十四 被尽封为贝子 哎 唯独这老十三印祥 还是个平头阿个 没人理他 在康熙49年的时候 有了随驾出行的记录 这勉强啊 算是从宗人府里给放出来了 在这件事件当中 老十三究竟受到了什么惩罚 正使不及被载 不过我还是在康熙47年9月18日的内务府奏销档当中 查到了这么一条记载 内务府官员上折子 请示康熙皇帝要将皇代子处包一大 饭查上人 即十三阿个处饭查上人如何安置 皇上的回旨是将包一大饭查上人 均行退去 就给他们各自的左领管领 当差行走 这就能看出来 在一废太子之后 太子和老十三都受到了惩处 都被剥夺了部分侍从人员 可以想象啊 这会儿的老十三的人身自由 肯定是被限制了 不但如此啊 这会儿的老十三印祥 日子过得也不好 老十三印祥现在已经有多名妻妾 因为没有爵位 不能在外分府 只能住在宫中 有人说呢 挨爸妈身边呢 就住着去呗 住着去 这内务府啊 是要钱的 这老十三呢 只是一个平头阿哥 换句话说呀 就是普通的皇子 没有爵位呢 那工资就低 并且呀 这一不招爸爸带进呀 这老头的手底下 那也是抠嗖的 这内务府啊 每年都得催问老皇帝 说这十三皇子一家 那吃喝用度 消费怎么办呢 这老皇上康熙啊 总是很不耐烦的回批一句 赞由宫中 知己一年 康熙五十二年 太子二次被废 皇太子应仍 自此啊 是再也没有翻了身 和他一起没翻过身来的 那就是老十三印祥了 二废太子以后啊 这老皇上 好像更恨老十三了 这会儿的老皇帝啊 觉得废离太子 这个事件之后啊 应该啊 好好地安抚一下身边的人 于是啊 就开始 在内庭中啊 大把的撒钱 这里边啊 包括这个皇子 嫔妃 还包括一些 士为太监 这些钱里边啊 有的是奖赏 有的是安卫 有的是封口费 有的是安家费 可是 谁都看见银子了吧 在这次大封赏当中 又是唯独没有 十三阿哥 印祥的份儿 而且呀 这其中 还有这么一件事儿 在康熙四十九年六月的时候 这会儿啊 皇太子正是一费和二费之间 老三印旨 老十三印祥 和老十四印提 这三位阿哥呀 给皇上上了一道请安折 这皇老爷子呀 不知道哪根金抽出来 就在这道请安折上啊 写了一句诸批 印祥 非戏慎勤 习忠孝之人 而等若将其放纵 必再一处亮相 不可不防 这句话呀 除了对儿子的冷漠之外 还表现出了 康熙对印祥很强烈的防备之心 你说你老皇帝防就防着吧 并且呀 以这种方式公开的告诉了 其他皇子 康熙这一句话不要紧 老十三真成了 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皇子了 皇上不待见您 谁敢亲近您呢 诶 还就有这么个人 对老十三呢 那是不离不弃 谁呀 这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雍亲王四阿哥 印真 我很是怀疑 康熙皇帝之所以在 依废太子之时 如此迁怒老十三 极有可能 是老十三对皇父隐瞒了什么 替谁背了一个巨大的黑锅 我想这个人 很有可能是 背地里韬光养晦 蓄积能量 窥似储位的四阿哥 雍亲王印真 当然 这一点呀 我是一点证据 也没有完全靠猜测 但是 有一些方面呀 我是可以肯定的 青少年时期的老十三啊 和自己这位四哥 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雍正皇帝自己就回忆说 印祥自小就跟自己关系很好 并且这老十三的算学 是自己手把手教出来的 若能啊 共同陪着自己的父亲出巡 那这两个皇子 肯定是凑到一起 不和其他阿哥扎堆 说实话 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啊 这哥俩差了八岁 哪有那么多共同话题呀 总之啊 在一废太子之后 这二人的交往啊 就更加密切起来了 在这一期间啊 这老十三还为自己的 这位兄长写了不少的诗 并且呀 雍亲王和府上下 很多事情都是老十三打理的 康熙58年 印针的第五子红咒 突然得了重病 这时候啊 只有这老十三 为之奔走 求医求要 才保全了性命 感动着印针 对自己的儿子说 下回再见着你十三叔啊 别叫叔了 直接叫爹 即便这样的印祥啊 还是时常的心灰意冷 非常的失落 这四哥印针呢 就在生活上多关心关心 并且呀彻夜长谈 用佛学 劝解 宽慰老十三 哎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瓦片也有翻身日 这东风也有转南石 这雍正皇帝一登基呀 这老十三的天亮了 上帝若是替你关上了一道门 那么在你的身后啊 一定为你开了一道窗 这上帝呀 压根就没给老十三开这道窗 他是在老十三的屋子里啊 直接又造了一片天 精彩回幕就在下集 这大清国又多了一位 世袭铁帽的宜亲王 印祥 天儿不早了 咱们回见 拜拜